吉隆坡选举法庭接纳国阵亚裔弹国会议员魏嘉祥提出的反对 撤销希望联盟对手刘震东提出的选举诉讼 法官莫浩·莫娜兹兰基于起诉人没有列明具体证据 佐证答辩方涉及选举舞弊 因此驳回刘震东的申请 同时宣判魏嘉祥为合法当选的亚裔弹国会议员 法官也宣判起诉人需要个别赔偿1万令吉给魏嘉祥 选委会和选举官 今天我要特别感谢爱伊丹的选民 能够在509投选我以303张选票的胜出 虽然当天计票当天我没有在现场 但是选举官已经宣布 我是中选为爱伊丹的国会议员候选 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法庭 我的辩护律师由王秋古律师和宏仁律师代表 两位都在过去的两个月 把过去这一些法庭有的这一些案例意义的呈现给法官 我也发现到这个法官呢 他是一个非常知识严格的一位这一个法官 而且他在这个判斥方面 那么整整有实的法国内外的一些案例都讲得很清楚 所以他很清楚呢 这一次这个法庭的诉讼呢 他必须依据的 那么根据他们的程序 而且你所指责的必须要有证据 而且是根据相关的这个选举法令提出诉讼 那今天中央呢 我说讨回我自己的清白 所以我很高兴呢 这是历史性的一个8月23号 这是第二度被宣布为国家议员 而且刚才处置了高等法官的 在高庭法官的这个口中 说我正视的是阿易丹的国会议员 所以我会呢扮演我的角色 今后是向前看 那么其他的我想 如果提出诉讼人士要继续 这些法律程序 我尊重他的决定 所以我今天可以恶度 当时我说了 我非常欢迎我的对手 把这一个案例呢 带到法庭去 那么我说 真经不怕红尼国 今天证明的真意的果然是事实 那么我们已经呢 根据一切能够做的事情 那么提出来 讨回我们自己的期待 那么这是二度过的肯定 我想在历史上 选举官宣布了 现在法官也宣布了 那么至少 我得到这两度的这个认同 我可以堂堂正正走大门进去国会 处行这一页 已经没有走过大门 因为过去 有人在这一个 我们的这个面子书说明 我们是用一些舞弊的手段来演员 今天证明的这一些呢 指责都是不能查理的 我再度跟大家说明 我可以堂堂正正走进国会的大门 结果任何人提出那些论述的 都是藐视法庭 或者是不尊重法庭的感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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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